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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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好,我是李貓 那歡迎來到這個議程 這個議程叫做 《孤獨的獎金獵人,一個人的黑客松》 如果你需要這個簡報的話,連結在畫面當中 那這個議程呢,首先我會先分享我是誰 那這個主要是我第一個,當然是我想要推銷我自己啦 那第二個也是我覺得我所在的 我的角度可能會影響你如何去理解這個議程 你要如何去理解我講的這些建議等等的 所以我會介紹一下我是誰 那接下來的話,我會分享我參加的這個黑客松 那以及我在這個黑客松裡面做出來的東西 然後我在打這個黑客松的時候,我獲得怎樣的價值 那你可能會因此開始對打黑客松有興趣 所以最後我也會分享,如果你想打黑客松的話 你可以從哪裡開始 我會分享幾個我常看的網站 很常去找的資訊來源 好,我叫吳宇成 然後一文名字是Bill,綜號是李貓 那目前是就讀政大資科研究所一年級 之前是台科資工畢業的 那我在台科資工的時候是做區塊鏈研究社的副社長 然後在政大的話會是做學術幹部 那我目前的話是Crystal Arsenal的實習前端工程師 Crystal Arsenal它是一間密碼貨幣的自動化交易平台 那如果大家對自動量化交易或是對密碼貨幣的投資有興趣 可以到我們網站上逛逛 那同時我是台北以太方社群的共同組織者 在暑假的時候有CostCop 那CostCop的區塊鏈軌就是由我們台北以太方社群來去做主持的 那我就是負責做主持跟審稿的部分 那也因此才拿到這個共同組織者的頭銜 好,然後接下來的話我是區塊鏈早期接觸者中的赤平階級 就是我算是台灣應該第一或第二批接觸區塊鏈的 不過我到現在還是一個窮學生就是了 那如果你對我更有興趣的話可以到我的部落格 我部落格是Limauist.me 那裡面通常會放一些我在區塊鏈上面的一些閱讀啊 或者是研究等等的 那也會發一些黑客松相關的訊息 最近暑假的話我有打一個黑客松 那我接下來也會把我打黑客松的紀錄放到這個網站上 那如果你對於我怎麼打黑客松有興趣的話 也歡迎來我的網站上看看 在議程結束的時候也會有一個QR Code 那你可以到那個QR Code裡面來做來訂閱 那在我文章發布之後我也會通知你 好,那我今年初參加的黑客松叫做Binance Hackathon The Future Is Now Binance它是密碼貨幣的交易所 應該是全世界第一或第二大的 那他們有自己的一條區塊鏈叫做必安智能鏈 那在年初大概是寒假的時候 他們就是為了要推廣這一條區塊鏈 那去增加他們生態的多樣性 所以就舉辦了這樣的一場黑客松 那他們提供的總獎金有到六萬一千美金 然後我是瓜分走了其中的一千五百美金 拿到的是三等獎 三等獎不是第三名是七到十名左右 那我對,好 那我做了一個東西叫做珠碧特 這個東西因為它壞掉了 所以我就沒有要放demo 那時候的想法是我想要做一個APP 就是主要的目的是讓大家不用寫call 它也可以發NFT 這邊我想先簡單講一下NFT 但是時間因素我不會深度去講NFT是什麼 NFT它可以想像成就是一個紀念品或一個商品 那就是透過去塊鏈的技術來去發行的這個商品 那舉例來講說可能是我想要發我的會員卡 但是會員卡是在網路世界中的這一張卡片 那我需要確保它的通知 我需要它是確保它是唯一的 而不是像網路上的檔案可以很輕易的複製 那就會透過去塊鏈的技術來確保這件事情 但總而言之NFT就是如果覺得這太複雜 就是理解成它是一個商品或紀念品就好 那這個工具它就是去發行這些商品的工具 那為什麼會做這個 最主要就是我看到幾個問題 並且想要提出一些解決方案 那第一個問題是發行NFT的時候會需要自己寫智能合約 也就是說在發行這個商品的時候 我可能會需要去開一台機器來去印製這些紀念品 那像假設我想要印一個會章 那它所需要的機器就跟我要印一張卡片的會非常不同 那各種的紀念品它的功能都不同 所以大部分來講NFT都會使用獨立 都會從頭設計一個新的規格新的設計 然後再依照這個設計去開成一台機器 但是對於一般人來講它可能不需要這麼多功能 它所需要的或許就只是上面能夠印一張圖片 然後印一段文字就好 所以說我那時候的想法是覺得 大部分人它要的功能非常簡單 那就可以提供一個我設計的 一個非常簡單的設計 那大家都只要照這個設計去把它的機器開起來 那它就可以發行它自己的NFT 而不需要從頭開始設計 因為就像寫證合約還是寫程式嘛 對於大部分來講 它可能寫程式是一件門檻相對高的事情 那在前面那個問題的話 其實市面上有非常多類似的產品 已經可以達到相同的事情了 所以說我後面兩個問題 是我覺得這個APP它更為重要的部分 那第二個問題是說 當時發行NFT會需要大概100美金左右 這個成本的主要原因是在於 那個 主要主要是在於說 這台機器它的 去照這台機器也是有成本的 那時候的話成本大概是0.2顆以太幣 當時的幣價是600美金 所以0.2顆以太幣就大概是120美金左右 那現在的話幣價已經上到3000了 然後但是因為一些網路的狀況 所以目前的成本也降低到0.18以太幣 但總言之它的成本還是大概在 一兩百美金左右 那我自己認為它是一個相對高的開銷 那這裡的解決方案是 我當時正好看到一個規格 就是叫Minimal Proxy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在我的部落格上面有分享 相關的文章 但今天時間因素 所以我就簡單的用 我們網路常用的Proxy 來講這個概念 那概念上就是前面提到說 我們會去提供一個簡單的設計 然後大家可以開 用這個設計去開它自己的機器嘛 不過 既然每一台機器它都是非常相似的 所以我們就用Minimal Proxy的這個技術 那來達到說 我先開好一台機器 其他人有需要的時候 他只要開一台Proxy 那Proxy就可以連過來我這台機器去做 它要發行的商品 它發行的這些事情 好 那 那開這個Proxy的話 實際上跟開機器一樣是有成本的 不過大概就降低了80% 不過這裡的話就我想要再反饋一下 復盤一下當初這個問題跟這個解決方案 那實際上我後來覺得這個問題它其實需要被解決的程度沒有到很高 所以它的商業價值也會相對的低很多 那原因就是說可以從簡報中 幣價從600到3000 那對於使用者來講 那對於使用者來講 他可能就在這段時間就賺2400美金 那對於他來講可能這一兩百美金就是一個相對小的錢 對 那這裡一句話來講就是貧窮限制我的想像這樣子 好 那如果說讓我回到那時候 我可能就會選擇不要放太多的心力在實作 在研究這件事情上面 好 那在第三個我看見的問題是市面上它是沒有管理工具的 就是 這主要也是我自己的需求 那我需求有兩個 第一個是說 我在發行這一個商品之後 我可能沒有要馬上送給誰 那這裡要講到區塊鏈上的一些機制 在區塊鏈上你要發送一個東西 它會有成本不論你是從哪裡送到哪裡 那也就是說我透過這台機器印出來這個商品 那我先寄給我自己 這會有一段成本 那再寄給另外一個人 這又會有一段成本 舉例來講說 假設我今天是辦活動 例如我在暑假辦的Costcard 那我想要送獎者的東西的話 如果我沒有獎者的地址 我就會需要先寄給我自己 那這裡會先有第一段的轉移成本 然後如果說 然後一旦我拿到了獎者的地址 我就要再轉送給他一次 那這就出現了第二段的轉移成本 那我是覺得這個的成本是可以被 可以被避免的 那就是提供一個管理介面 第二個我想解決的問題是 上傳後就難以修改 再舉前面提到的會員卡為例 會員卡可能會有 就是延期的狀況 或者是會員他可能改名了 或名字打錯等等的 那這傳統的做法中 就是會把這張會員卡給收回 然後把它銷毀 之後再發新的會員卡出去 不過我覺得這個是有點太麻煩 那我就提供了一個介面 是發行者他可以上去去修 直接修改這些這些的資料 他就可以不必要再發行新的 新的紀念品出去這樣子 好那這邊的解決方案就是 我會做一個管理介面 來達到上述的幾個功能 技術細節的話 我也不會展開來講 好那這裡我一樣做一個複盤 就是在當時的話 當時我很在意的是可修改性 可是實際上在區塊鏈的使用者當中 他們更在意的反而是這個不可變性 也就是說我資料上電之後 我就希望它是就永遠是那樣 它就不要再有更動 而他們其實也不會太在意說 重新發行的成本 那因此我覺得這個可能是我 這個問題的解決方案 它比較弱勢的地方 就是它沒有符合區塊鏈使用者 大部分人的預期 好那改進上來講 如果回到那時候 我可能就直接不開發這個更新的功能 好那前面主要就是分享我 為什麼會想做這個APP 那這個APP它看到的是什麼 什麼問題跟它提出了怎樣的解決方案 因為技術上的部分 跟黑客送比較沒有關係 所以我就沒有再展開講 那有興趣的也可以私底下 來找我來聊聊 好那我想要分享 更重要的是我在黑客送裡面獲得的價值 第一個我覺得不用避諱一定是錢嘛 就是畢竟花四五週的時間可以賺到一千五百美金 大概是四萬多台幣 這個雖然說可能不算是多大的錢 但應該也不算小錢的 我是這樣認為 反正就是可以透過一段時間去做出一個作品 然後並且有可能會有的經濟誘因 我覺得這是一個第一個價值 那第二個更重要的價值 我覺得就是經驗 這裡可以提到說 我在這一次開發上 我是使用了REACT 那REACT它是前端的框架之一 我之前學過Fu跟Angler 那我就是想說 也想要把REACT給學起來 那就是透過這一次的HackerSong 然後有一個目標 我想要做出這個APP 那這APP的功能 我就用REACT來去實作它 那我覺得這是在學校比較難做到的事情 因為學校的話 大部分課堂的作業 它就給你一個相對小的問題 那你的解決方案就是課本上 所提到的那些知識點 可是透過HackerSong 你可能就會有一個更開放的問題 然後你可以更自由的選擇 你想要怎麼解決它 那在解決的過程 你也會去分析說 這幾個解決方案當中 他們有什麼樣的不同 那他們之間的遊列等等的 那除此之外 透過HackerSong 你也可以藉此來累積你的作品 那這可能也會成為履歷上的亮點之一 以我自己的經驗來講 這一次我目前的實習工作 有一大部分原因就是這個HackerSong的得獎 那因為得了全球三等獎 這件事情 對他們來講是印象很深刻的 所以我就獲得這一次的工作機會 好 那再來 對我來講更重要一點是商業思維 這一點的話 是因為我自己是有創業夢的 所以我覺得商業思維很重要 那透過HackerSong的話 HackerSong會給你一個領域 那你要自己找到領域當中的問題 並且提出一個解決方案 所以在一開始的時候 你就會去開始研究這個產業 這一個領域當中的問題 那除此之外 你會提出你自己的解決方案 那你可能也會去看一下現有的解決方案 那這些都是培養商業思維的過程 而如果到最後你有把它做出來的話 在獲得評價 你可能會直接去跟這個主辦方做簡報 那主辦方也有可能就直接跟你講說 這一個解決方案有什麼問題 或者是說像我這個 是沒有跟主辦單位做簡報的 他就是直接做評分 那評分的話 也可以透過評分來了解說 主辦方他們可能更在意的是哪些的問題 哪些的商業價值 舉例來講說我拿的是三等獎 那我就可以往回看一等獎 去了解說他這個專案 他想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然後他是透過怎樣的解決方案來解決 那去了解說這個解決方案 他所帶來的商業價值是什麼 那透過這樣子打黑客送 我覺得商業價值是我收穫最多的地方 那接下來我想要分享一下是 如何找到黑客送 那主要的資訊來源我有三個 第一個就是Gitcoin 然後第二個是DevPost 第三個是開發者社群 Gitcoin的話它是比較著重在區塊鏈上 上面有非常多樣的功能 包含黑客送 那還有Grant等等的 黑客送很多的區塊鏈專案都會在上面 可能舉辦黑客送 所以你對區塊鏈有興趣的話 在上面你可以很容易的找到 你可能有興趣的活動 那除此之外這個Gitcoin的話 它的特性是它主要想要為 想要經營的是一個社群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人 但你希望找其他人一起跟你打黑客送 可是你的身邊又沒有認識的人的話 你可以在上面去找 那可能你可以找到國外的一些強者 來跟你一起做專案 或者是說你有比較特殊的能力 你也可能會被抓去別的團隊裡面幫忙 那但是如果你對區塊鏈比較沒興趣的話 你可能更適合是DevPost DevPost它的範圍就相當的廣 我印象中它有包含Web、AI、IoT 甚至是security、e-commerce等等的領域它都有 所以如果你對區塊鏈比較沒興趣 DevPost可能是你更好的選擇 大公司好像也會比較喜歡這裡 像我之前有看過Google Google就有在上面跟別人合辦過活動 那如果你打它的這個比賽 然後有獲得獎項的話 相信你以後如果要進Google 也是有一點優勢在 不過這個的話跟Geekcoin的差異 就是它的社區性相對來講弱了很多 你可能會需要自己找隊友 或者是透過活動主辦方 黑客送主辦方的Stack 或者是Discord上面去找你的隊友 那此外的話 開發者社群也是一個相對多資訊的來源 那舉例來講說我參加一個叫Solena 開關開發者的這個社群 那Solena它是一條區塊鏈 也是一條店 那像裡面就有一個社群的經營者 他就會分享說Solena官方 他們又推出一個黑客送 那我們可以去做參加 不過這個我後來沒有去參加就是了 好 接下來是如果你想打黑客送 但是你的技能上沒有比較適合的 如果你已經有特別強的技能的話 當然就是以你的技能去找黑客送 但如果你沒有的話 我自己覺得Front End是一個蠻適合開始的地方 那原因是說很多的黑客送 他其實都會要求你做出一個專案 那做專案基本上都會希望有界面 那界面最容易的還是用Front End來做 所以我是蠻常看到很多團隊 在徵求Front End的開發者 那其中最多的是React 當然Fuel跟Angler要學也是可以 那React的話 畢竟它還是流行度最高的 大部分的團隊都會採用React 來做他們的前端 那如果你決定要寫前端的話 那JavaScript你就沒辦法避免了 因為畢竟是前端網站 那除此之外 JavaScript也可以做到非常多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沒有擅長的程式語言 JavaScript我覺得是可以選擇的 那如果你是想走區塊鏈的話 以目前我在學界 在業界看到的 大部分都是選擇Hack JavaScript也可以跟Ether.js 不過因為Bin這場不是區塊鏈的 轉場 那我就不會深度去講 那我的分享就大概到這裡 如果你對於我打HackSong的經歷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掃描右邊的QR Code 那它會是一個電子報的訂閱連結 你訂閱後我在9月左右會去發布 我暑假兩個月打的HackSong 那以兩週為單位去記錄說 這兩週做了些什麼事情 我就會發送到你的信箱去 那如果你有其他問題 也可以透過Telegram或Facebook來找到我 那也可以到我的博物殼上逛逛 那謝謝大家 如果有問題可以來做提問 謝謝由狸貓帶來的孤獨的賞金獵人 一個人的HackSong 現在開始由講者進行QA的環節 也歡迎繼續到Slide2發問 在時間內都將盡量回答所有問題 嗨 大家好 那再來一個 第一個 嗨 你好 第二個大家都好有錢 欸 晚上好像想要 不對 時間不夠 好 就是最近 昨天也有報復神話 所以如果想要有錢 就來找徐塊鏈 沒朋友可以打黑客松嗎 可以啊 像我就一個人打 只是沒有朋友的話 可能自己的能力 能力要點 技能點要點得比較廣就是 被隊伍沒過 沒有 我沒有隊友 好 但是 我覺得 欸 時間還夠 就 我沒有電 呃 被隊友雷的話 就 如果你是跟其他人合作 確實比較有這個風險在 好 嗯 嗯 使用者修改能確保去中心化嗎 嗯 不太 欸 去中心應該 你講的是 就是不可傳改性啦 因為 修改的話還是 跟去中心比較 沒有什麼 那種 寬臉 但 我這個專案的問題就是說 大部分人 會認為在區塊鏈上的東西 是沒辦法修改的 可是實際上 NFT它的機制 讓它可以做到被修改 那就 讓 很多使用者會覺得怪怪的 我覺得是這樣子 好 看起來時間差不多了 那 如果還有問題 就都歡迎 可以到 Facebook之類的來找我 好